Hi,大家好,我是PTS的德約報隊員Samantha Hello,我是Rick 今天要和大家介紹VLight Multicolor照明燈 它是一個個人照明或是色列的燈 它可以找到我們用戶將它的顏色或燈光調校 去自己適合或喜歡的 配合我們平時的用途 它是一種簡單而且美觀的CAMLight代替品 它有甚麼功能 其實這款就像我現在這樣貼在頭盔上 現在它有幾個不同的模式 分別有藍色、紅色、綠色 以及由綠色變紅色的閃燈模式 就是這樣 還有第二件事就是 這款本身也有IPS8的防水級別 這款潛水豈不是可以用嗎 沒錯,例如深淺或很低視野距離的情況下 你的眼燈在閃閃閃閃 都可以幫助隊員認到位置 其實它是很遠的 我按下去是一個直膠的設計 沒錯 超遠 其實它為甚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它是方便用戶 穿到毛利帶上面 哦 其實它除了可以貼在頭盔上面之外 亦都可以貼在毛利帶上面 一起使用 或者可以吊在背包 可以有個繩子 可以跨在胸後 對,好像超人迪加一樣 變身 那當然 你拉 你拉 OK,先把它轉身 好了 好了 其實這條線 一來 就真的被人勾在 例如帳篷上面 例如去露營 因為差不多 來後都是秋季 和冬天 都可以勾在帳篷上面 去告訴別人 喂,我們有個帳篷 或者有些繩子 不會讓別人卡住 或者其他 第二個 真真正正的用途 其實它們會 那些人士兵 或者其他 都會拿著它 然後 這樣 對著天洞 去搖搖搖搖 所以 為甚麼這個叫做 識別燈的原意 就是這樣 是讓一些直升機 即是讓一些在直升機上面的人 會看到究竟 它的位置在哪裏 還有究竟它們會做的動作 是究竟它們想要下的 地面的人 要上面的直升機那邊 要幫它做到甚麼 就是這樣 那這個其實都 我看它是不能換電的 沒錯 它是不能換電的 所以它才可以 所以它才可以達到 防水的級別 但其實它都可以用很久 但是 就是這樣想說 是可以用到120小時 當然 很多朋友都知道 這支東西是這麼多個模式 應該怎樣轉 其實 我知道 它這裡有一個按鈕 你就可以按下去 關掉 按多一下 又開 如果轉色 都是按一下就轉 按一下就轉 按一下就轉 是不是很簡單呢 連我都會用 對 就是這麼簡單 對 其實它的闊度 只是一條Molly的闊度 其實我們是完全可以穿進去的 沒錯 如果大家對這個Vlike有興趣的話 記得上我們PTS Deal Shop的官網選購 如果大家對它有甚麼問題的話 也可以上我們IG Facebook inbox阿肥店長 我們要盡快解答你的問題 記得 CLS我們PTS Deal Shop的IG Facebook和Youtube 我們下次見 拜拜